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歡迎大家來到今集的阿凡達人 我們今集的阿凡達人是破了一個先例 是我們這一集打算解答讀者的來信 不是,是聽眾 是聽眾的來信 為了隆重歧視的這一集 我們找到這位聽眾上來講解他的來信是甚麼問題 對,在我們講解來信之前 就要補獲,想找你說錯甚麼 你快點跪在這裏求要 我女朋友升了其實是水平了 你要說對不起 對不起 我連你的生日都不記得 我做節目太緊張了 不關緊張的事 這些事沒有心裝在 是 如果你炮樓炮到一個最高峰的境界 是你會容易把所有女朋友每天都撈亂 但你又可以找到一個解釋 對,那就是不行 你明不明白 我炮了幾十個樓 每一個樓的生日都不記得 真的這麼做 當然 不是,起碼我先記得 什麼時候教 起碼不會撈亂 至於為甚麼會記得這些事就不能教 因為你要學這個攝牌星座班 就是一條龍服務 主要都是這樣 對 那一般人眼中是水平座和天蠍座是很難相處的 是的 但是我和女朋友的情況又不是 我覺得我們相處得不錯 哦 因為你以前封閉自己 在你封閉自己的期間 其實你是很像一個水平座 哦 嗯 嗯 但是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 雖然星座不對 但是你還有月亮星座和八字格局是對的 如果你想知道要怎樣格局 哈哈 就要學洩牌八字 哎呀,這一段我剪掉了 好了 好了 現在就是破天荒 有一個聽眾是三次原地 就坐在這裡就要聽眾外信 嗯 那聽眾有甚麼問題呢 嗯 那 其實 你不是要播這個音樂嗎 啊 又會在背景上播的 不是你人播的 啊 伊瑞阿斯克,其實我想請問 New Age ¿對政治和宗教 是否… 不應該有提拔的? 不,這個你讀完信 要跟那句字眼讀的 對啊 親愛的主持們 我…有個問題 dever出來讀的 是嗎 那些商台那些是这样的 我想问 其实这些人对政治和宗教 是不是不应该有看法的呢 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问题的呢 因为其实 我自己经历就是 如果我的心境改变了的话 外在实相都会随之改变的 那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应该究竟是 如果对外在有不满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应该要改变 我自己的内在呢 原本你是相当之 对建制派是反感的 就是你觉得如果 留意了之后 你应该是觉得 用着包容和爱 是你现在看上去 建制派你都觉得 充满着爱 而他的做的事 只是在彰显这个宇宙的爱的其中一面 但是很难接受 对 对 这么乃威 这么样子 我包容完他之后 也是样子 是不是这样 你去到人生究竟 而不是政治立场 我觉得这个 真的相当之不行 什么 你投票的时候 不是看样子 这个政治的现实 这个是普通人的问题 而我不是看样子 我是纯粹看身材 所以袁黎明是一定赢的 没错 如果袁黎明是跑来我 他还要跟我握手 我一定的票一定是留 全家几张票 是的 是的 这样 我不 为什么会有这个疙瘩 就是你说对内在的思想改变了 接着外在的不知道什么就会改变 对政治看法会改变 对政治看法 对政治看法当然会改变 嗯 你现在让我听完那集 这个所有政治都处境式的 接着就会改变了 嗯 这样 那接着你就是 那接着怎么样 那你也要有看法的 因为你现在不是给我全知 这样变了 不是啊 我也有我的看法 是的 那就是有看法了 是的 是的 可以了 我第一条问题已经回答了 哈哈哈 你只是问有没有看法 是有看法的 应不应该有看法 应不应该这家东西呢 很抽象的 但我赞成 我是赞成有看法的 哈哈哈 我也责成呢 是应该 应该要有的时候应该有的 要应该没有的时候呢 都可以没有的 是啊 就是需要的时候 如果要片过的 都真的要片过的 那你问我有没有看法 不是 你问我的时候 我也是我的看法来的 嗯 我觉得根本这个政治 不只是指于这个立法会 那些人就是觉得 政治等于立法会选举 所以呢 你便要投票了 那你一旦有投票 一旦就 一旦就这边对 一旦就这边对 不得中间的 嗯 但是 但是 这个是人家 扼你的看法 是 政治不只是立法会选举 嗯 你可以从这个 假如我有一天 要做特首的角度去看 整个政治的话 就要看这个银河联邦 哈哈哈 是吧 就是去到很阔的层次了 如果你再迟多20年 才想这个问题 你是要想的 是 是 真的 不是说笑 不过你做特首那些就多余了 如果你打算做国家领导人 当然要想 嗯 特首这些就 只是问阿爷怎么看 是 但是如果你从这个 我要做特首这个方向出发的话 因为现在是有参选的嘛 嗯 是吧 是 为什么这个不是政治 是 但是40岁的 你未够40岁的 你想得来 十几年之后 你才有 订这么多机会 是有机会参选的嘛 嗯 那你想十几年就对了 是 ok 这样你如果 难道你到时才想 到你40岁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懂的 参选不了 你想了十几年 接着告诉别人 我想了十几年 嗯 其实你是要从整个香港的整体利益 出发去想事情 是 那你根本就不 你如果以特首的身份 你根本理由哪个建制派 这个什么泛民 特首是全香港来的嘛 嗯 根本你整个 整个看法已经不同了 是 正所谓这个巨人的视点 这些表现出了 嗯 他这些像是Polo 是选特首的那些 但我已经过了40岁了 不是 40岁以上才可以参 不是要40岁才可以参加 就是现在想得来就对了 不用想20年之后 可以想10年之后 嗯 好 是不是第二个问题了 可以 那宗教 new age 人有没有问 这条 嗯 宗教 除了政治之外 宗教呢 宗教可不可以有看法呢 我们摆到明就有看法了 有的 有的 那我们应不应该去改变外在 就是去告诉别人 其实你这样想 是 是 未必是一个立体的角度来 去想一件事 那我 可不可以提供一些 即多些方法去思考一件事的角度呢 但是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之中 很多时候都可能会引起争扭的 嗯 我觉得是绝对需要 应该做 快点做 还有即刻做 嗯 因为呢 你由做了这件事之后呢 你会是受到很多的经历呢 是令到你呢 是有第二个看法的 哈哈哈哈 我觉得 不可以告诉你 你应不应该做 你只应该做下去呢 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嗯 嗯 我就是这样想的 这个 喏 你自己 好幸运地呢 就是活在一个有自由宗教的地方 嗯 接着呢 香港这些还有得选择 其他地方没得选择 是 香港什么搞都有 嗯 那 接着呢 你是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 但是人家的信仰又关你什么事呢 如果你说 我觉得我对 你就错了 那就是你将你的价值观 强加于他人身上 嗯 就回到上一集的 上一集的问题那里 那里 但如果调转的情法 被人强加呢 被人强加 那你就说 你现在否定我的人身 我的宗教 信仰自由 他怎样强加我呢 香港没得老虎人强加的 嗯 是的 如果你家人老虎你的话 那你就说 你现在 你现在 这个 什么 剝奪了我的宗教自由 那样 所以我建议你 是 找到快乐先 哈哈 你有你的快乐之后呢 你会吸引到 为什么 那个人觉得你有快乐呢 接着的时候 他就会吸引起来 他会主动 问你是怎样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告诉他 因为我有过这样的教育的时候 我现在更加快乐 他说服力应该会大很多 是的 是的 那当然我不排除 他突然间一个回教徒 他搭着四个老婆 还要很熟 可能也会令到你的价值观 是有崩溃都不顶的 对吧 Isaac 嗯 嗯 主要是别人有钱 哈哈哈哈 那就崩溃了我们 哈哈 是的 我也有考虑过 好不好改信回教呢 但我未遇到 令我那三位更加好的 令我有这样的冲击 嗯 嗯 那样呢 我觉得就 这个 不同的宗教 在这个 有自由宗教的情况之下 嗯 是适合不同的人 就是大家那个 灵性的层次不同 出发点不同 那所以呢 你懷着一个什么 什么的 愿望 或者是那个底蕴 就去信什么教 那就是 在满足他自己的内心的 价值观念 嗯 那之后 他为了要保护他自己的价值观念 跟你争辱 你争辱不贏他 正如你自己 已经亲身感受过 嗯 所以你是不能够改变到 一个基督徒的信仰 因为他是 为了要 为了要人打救自己 而信这个耶稣 难道你说 这个 你的宗教错 那他就说 蛤? 如果我错了 那谁打救我 所以我一定要 所以我宗教一定要对 这样 你怎样咬得贏他 嗯 那除非你能够改变到 令到他觉得 其实是不需要人打救的 你如果可以 搞定他的核心问题 他就会觉得 这个信那个教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嗯 就是这样 所以 比如说你说开心一点 是否可以吸引别人 改变对宗教的看法 不是的 那有些人 那个核心 那个抵运 不是为了追求开心的 嗯 有些是为了追求安全 是 追求安全的人 是不会追求我开心的 嗯 就是这样 嗯 好了 这样 第二条问题 这样叫不叫答到你 答到的 嗯 那你明天怎样 去教会门口开始传教 不是的 应该 被人踩墙才算 是 是的 不需要去强加自己的价值观 嗯 是 有没有试过臥底滲入呢 就是有没有强加 其实我做粉青那段时间试过 是吗 是啊 其实实不相缓 我试过给 几个 台湾来传教的 传教者 是捉了去 那些 教会里面 还即场走势 嗯 是的 即刻即日发生的事 是的 但是他手势 因为我不停问他问题 嗯 他就只是回避 嗯 那他说你搞定了 我回答你了 那我没办法了 搞定了 那我再问了 嗯 是的 那问完之后呢 发现都是没有什么 解答到我想问的东西 即是给不到一个 我满足的答案 哦 是的 那所以最后都是 接受不了 嗯 嗯 那但是你被人 冤枉了手势 是啊 是的 我认为你 哦 洗头 是的 每天都洗头 他不是的 他整身浸 洗澡 每天都洗 嗯 嗯 那么New Asian 应不应该对宗教有看法 英国人 应不应该将自己的宗教看法强加于他人身上 就说不应该 答应 明白 是的 第二条问题 好第二条就是 其实New Asian 是不是要追求意识的提升的 就是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去提升直至到更高的层次 就是譬如去到第二个次元 那我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去到第二个次元 那你其实都是要学习 都是要经历 那你是无止经地学习 那最终你回到一体那里的时候 那一切又重新来过 又好像砭机那样 又再去经历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原来的 那其实是不是有这样的必要呢 有没有这样的必要 你问神啊 嗯 你怎么看啊 我觉得有没有必要 嗯 我开始改变了这个想法 其实原本刚刚的时候 看很多New Asian的时候 的确认 我觉得New Asian是有这个价值观里面的 就是不停地觉得追求这个灵魂的提升啊 如何去到更高的次元啊 如何向这个半神去进发 再去到神的里面 但我开始现在有一些深入了一些佛教的东西 就是觉得 这些东西如果你是很强烈地追求 其实是一个欲望来的 反过来可能就是令到你更加阻碍你提升的程序 嗯 其实那一下每个灵魂每个人有一个不同的程序步骤 反正某些人是停留这一刻 就是为了一刻一刻的上升去准备的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想法 是不是一定要提升呢 我觉得未必的 可能有些人是在追尋 可能堕落回去才是在追尽神的嘛 正常说如果第三上第四上第五 我们听过又去到第十几个 或者几十个次元 四十九啊 才回到神的嘛 对不对 但这个可能要上升很多级 累积很多小的嘛 但是想想一下如果你是玩堕落的 你由第三第二第一 就已经回到神那里了 嗯 其实是走少很多路的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New HR要有些进化 现在反而是要追求更加多 嗯 你知道与神对话会怎样回答你 怎样回答呢 我们有需要除非不需要 除非没有 要是我们其实是没有需要提升的 除非有 嗯 接着呢 用系统思维去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就是 其实呢 这个宇宙有这么多灵 可能有些灵在那里 他们没有想着提升 不过想着提升那些 已经在做人了 嗯 所以你在做人的时候 个人都是想着提升的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嗯 我想那个本源呢 其实那个人是 那个灵魂层面是追尋 一个存知或者一个极乐 其实都有这件事情 无论你是什么动机 可能刚才你说的 有些人只是追尋安全 但是对于来说 他也是想安心 而得到那个平安快乐 嗯 其实都是同一样东西 只不过他用不同层面去追尋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本身是个基因 是滲入了灵魂里面的 是的 你是追尋如何去达至一个更加好的状态 就是所谓提升 嗯 但只不过我觉得每个灵魂 可能有一个进程是不同的 是的 那就是说 假设有些灵魂 其实没有想着提升 但是有那些做了人 嗯 这样就没问题了 嗯 所以你说 是不是一定要追求提升 不是 但是你问到所有人都在提升 嗯 嗯 那之后有没有必要 是没有必要的 是的 那为什么 極落是不是真的是極落呢 当然不是 如果極落是極落 哪有人呢 他就是因为要 因为要体验一下 什么叫不是極落 他才可以拯救 嗯 就是等于那些 天天 天天对着非常之恩爱的那些 他怎么知道什么叫恩爱 所以就是要吵架 然后冷战一下 然后分手 然后又要分手 原来分手这么痛苦 然后一齐 原来我们一起这么开心 嗯 这个只是代表Isaac自己的爱情观 嗯 并不代表本台的了 哈哈哈哈 这样 我作为一个退休的编剧 导演 是 但凡是搞戏剧的人 都有这种想法 嗯 明白 是啊 不惨怎样之好 嗯 就是这个难得的爱情 就懂得珍惜 是 如果不是 就不懂得珍惜 嗯 嗯 就是你也是属于那些不嫖 不知道身体好的人来的 是啊 OK 所以神就是 为了要 为了要明白自己身体多好 就去嫖了 就要堕落到这里了 OK 嗯 嗯 这个问题是不是加入完了 可以吗 哦 我也很满意 哈哈 是 那我下一条 那既然我们是有这么多势去进修 那其实现世究竟是有多么重要的呢 我们应不应该将这个焦点放在这一世上呢 还是我们应该追寻下一世之后的修行才是我们的重点呢 那现世的重要性又是什么呢 怎样在现世找到你自己自处的方法呢 这一条跟刚才那一条一样而已 现世当然重要 除非它不重要 嗯 我觉得现世是最重要的 是 活在当下 这一刻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在影响你的未来或者下一世的东西 那所以下一世什么都不用想着 就是想着怎么做这一世人 就已经最重要了 就是这个是我的看法 但是譬如好像佛教徒修炼的时候 譬如他今世他不想再有那么多恩果 就是他做那么多恩中那么多恩 下世又得更加多果呢 嗯 那他其实 就是我的看法是他今世其实他没有做过什么 他只是不要令到下一世要更加多的轮回 他就是正在现世 他就是正在现世 你听不听得懂 他就是用现世去清理你的恩果 嗯 難道下一世才清理 嗯 明白 所以他今世就不做那么多恩 是啊 他就是在做不做那么多恩 这件事 这件事就是他做 已经是一件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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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接收信息的时候呢 那其实我们应该是用多些 不是啊 这个问题 引申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做人有多重要 讲人类 嗯 这样就有些人就 带着这个看法就是人类是很低层次的 嗯 因为呢 跟我们聊天的外星人 每个都高层次过我们 是的 甚至就是 你想想想我们的旅程是 旅程是 旅程是 靈魂旅程里面的终点那些 那些 其实我们这个 就是觉得 是做过外星人 即Cusson你肯定说自己做过 不知道 不知道 现在不肯定 就是觉得 以前会执着 但现在都不觉得 有没有都没什么所谓 反而focus 现在多一点 不是 那我想 觉得不是需要 那我觉得 觉得有的 是的 觉得有的 是的 因为证实不到 是的 但是会觉得是 嗯 那就是说那些高次元的外星人 又有 各种的 刀蚊尊师那些 那些能力 嗯 都做过了 那为什麽最后会 做地球人 那我觉得 可能未必去到 那麽高层次的外星人 可能 就是可能 曾经做过的外星人 只不过是比这里的文明 可能 进化多几百年 那样 有些更加高 科技 灵性高一点 但是我又觉得 未去到 什麽 哇 时空 穿梭啊 接着有第五次元 就是 雄化成飞碟那些 那些 因为如果去到那麽高 层次 那些 我觉得 除非他不离地球 他离地球 可能已经是 化身成为 一些很高层次 大师身份 那样的 我个人觉得 就 在我的灵魂里面 就已经做过那些事情了 嗯 接着呢 根据我的想像 就是 他们的灵魂高层次 只不过是 他们的构造 是 即是 没有那麽物质化 嗯 即是他的物质 是 身体构成的物质 比较稀薄 嗯 所以 他们要 心灵感应 或者使用穿梭 是比较容易 我们 我们这麽高的物质 是穿梭不到的 嗯 接着呢 我们就觉得 他们一定很厉害 那不是的 其实在这个游戏规则来说 在这里做不到 那没办法 是的 但是 以灵魂的进程来说 就不是这样看的 就是说 他们在那个世界里面 其实他们的世界是很简单的 因为 如果你是 能知过去未来的话 就就是说 你 你对你的业 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 如果你一次过 可以看到几百世 然后你几百世 都是重复错误的话 这样你就 就 生到吐血了 所以现在我们的人类 是看不到过去世 因为如果我们看到 我们会跳楼死 嗯 但是他们 就已经 进化到 能够接受过去的事情 嗯 他们只会选 跳楼而不死 哈哈 那当然他们跳楼是不死的 他们进化到 接受能知过去的未来 但是你可以想 其实根本他们的社会 是简单度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嗯 那么他们很快 就已经去到那个层次了 其实为什么现在 现在地球禁止呢 因为太多人 但是回来看就是说 因为 我们需要有这么多人在 才令到那些人去想 这么多问题 嗯 如果人类是 保持着一个很低的人口 然后已经 进化到很高科技 或者高高心灵 他们那个社会 是从来不会 他们会想着要解决 现在我们人类要解决的问题 嗯 那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玩的那些 他们没有机会玩到 嗯 而且现在这个人 这个地球人类要面对的问题 在众多的星球里面 是非常罕有的 就是我们有不同的人种 嗯 他那个原本是 没有办法 谈得 埋楼 这样 嗯 然后呢 人口又多到这样 然后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 那些科技又这么低 那接着呢 那些人呢 又被人骗了去 不停地物质化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很醉心这个游戏 你就会发觉 哇 千载难逢 多难才有一个这么难过的板 现在我们在这儿过板 死了底了 嗯 整个银行是没有多少次机会 是 所以 这个是 很适合这个冒险家的乐园 嗯 正如想当年 这个 民国时代的上海 嗯 一走出街被人肥低 是 哇 多好 多精彩 充满挑战性 又有许文强 是啊 我说爱国这两个字 就 是啦 这样才是难玩 这个游戏 嗯 所以 做人类是很好的 嗯 以这个角度去看 是 不是兜蹲的 嗯 嗯 是 嗯 然后 一般就是用眼耳口鼻去感受这个世界 嗯 究竟我们是用什么途径去学习才是最理想的呢 因为 譬如我们 由小到大的 教育呢 都是 我们 用一些理论去 跟随 我们去学习 这样我们 可以得到一个 结果 朝着这个目标进化 但是 很多 修行的方法 譬如 禅修 或者 meditation 它是 不是用这些方法 它反而叫你 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想东西 那究竟 我们应该是如何 才可以 接收到更加多 嗯 这个 不知道怎么解释 这个 很抽象 这个概念 是 所以大家要去上这个系统思维 哈哈哈哈 那就是 那件事就是 当你 去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就用语言去记录 你的思想 嗯 那呢 其实那件事就是 失真了两次 第一 第一就是 你从这个感官接收的信息 去到你翻译出来 即是说 你在眼睛接收的信息 去到你认为你看到什么 中间失真了一次 嗯 因为呢 其实你的感官接收的信息 是远远多于你认为你知道的东西 嗯 嗯 这样 以这个 可PonoPono的说法 就是 一千万分之二十一 嗯 那么少 是 是 其实这个感官的效率是很高的 但是这个脑 就是人类现实的 那个脑的运作能力 就是追不到 嗯 所以呢 其实呢 你认为你知道的东西 比起你真实 可以知道的东西 是相差非常大的倍数 嗯 然后呢 将你那个 你认为你知道的东西 再翻译了作语言 去表达出来 又再失真了一次 因为语言本身 就是一个意念的碎片 嗯 但是呢 他的那个界定呢 就是 一直是这样 你当你越精细地界定 你就越失真 就是原本 原本那个字呢 如果是含糊的话呢 是比较接近你 原本的意念 但是含糊的时候呢 又说别人解释不清楚 到你清楚的时候呢 就是 那个字所代表的东西越来越少 嗯 那你用一个 很少的碎片 这样吵糊了 去表达你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 那个字面的意思 跟你想说的意思 基本上就差很远 那变了呢 就 你呢 就憑 如果你相信那些字 就是那个知识本身 不停地去学那些字 那其实你学了很少很少很少的东西 嗯 比起原本想出来 那个人的意思呢 那些字就只有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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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从小到大呢 就是 想着说读名校 这样就 至少变要背书那些 那些呢 根本就是培养蠢才 摆到明 嗯 其实应该 应该去观察这个实体 和亲身去体验才懂得多东西 嗯 那所以如果你经常想着 读得好书 考得高分 接着出来一定是蠢 因为你 你是错过了观察的机会 嗯 然后去读一些 本身价值很低的东西 那但是呢 嗯 嗯 但是如果你纯意念这样 去运作的话 那很多东西又处理不了 例如数学处理不了 那数学处理不了 你的日常生活 很多东西就掌握不了 嗯 那呢 就 变成了就是 嗯 就是 其实两件事都重要的 那首先就是我们先不要相信文字 先 我们要相信一些感觉 那很多头脑人 他们是很不相信的 感觉 那些人呢 我们就是叫他们 去相信一些感觉 嗯 所以就叫他们经常去打坐 那样 去搞一些New Age spiritual的东西 嗯 那他们呢 是会从这个 文字的认知 慢慢 可以扩充回去 去对这个 现实的观察力 嗯 因为你如果 你如果是 暂停了你的脑子 应该说是 左脑的思考 那你的感受性 强了之后 你会发觉 你知道的东西多了 嗯 但是呢 如果你原本生出来 就已经是 感受性很强 那我就勸你去 去学一些理性 嗯 就是这样 是 全面教育 赞成 是的 那现在的时间呢 又要 暂停一暂停 好了 第二节回来呢 Cusson就是要 臭仔 所以他是走了 你的声音很精神 那样呢 就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今天还有 因为上一节呢 就这么长的缘故 今节也是短一点 好了 那这位 听众还有什么问题呢 刚才呢 你讲到 语言那里呢 其实我们接收的 信息呢 是很 有落差的 就是会有 distortion 又或者是 不是表达 本意 这方面呢 其实我在 我的价值观那里呢 我都有一个 挺深刻的体会 就是因为 原来我想 那个真理呢 就是 by definition 的真理 那by definition呢 只是在那个处境底下 那个所谓的真理 才成立的 嗯 但是 在 要定义的时间的时候呢 因为大家 对于 定义的 看法不一样呢 很多时候 那个真理 是应用不到的 嗯 在这个情况呢 我就会 可能因为 自卑 这个缘故 我又 会将自己的 价值观 强调人家身上 那其实 所以 刚才那个答案呢 是 令到我 很有体会的 嗯 是的 其实就是 那些人 当 那些人 是想用一个 辩论的方式 去 令你相信 他的 那个 看法呢 他一定是 会隐瞒一些 和夸大一些 的 这个就是所谓 观点 不是一个真实的 现状 如果你是用 一个 我要做特首的 看法去看这件事的话 那你就会 很有动机去 揭发这些 不完整的观点 嗯 即是说 我的目的是 要令到这个 社会整体得益的话 我是有责任去 审视 究竟这件事 是否可行的 那如果放在 这个 现在社会 和 再加上 现在社会 将来十年的发展 那不可行的话 那就是这件事 是有害的 嗯 这样呢 就 其实这个 社会 是经常都会 充斥着一些 夸大了一些 或者隐藏了一些 的理论 而 这个 现在的 传媒 是 很 很普遍地 是会做这件事 然后 现在的人 是很普遍地 接受这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 大家能够 看文章的 耐性非常之少 嗯 就是你用这个 这样的 这样的 闊度 就是 大概十几行的 闊度 那些人是会看的 十几页的东西 没有人会看的 那你怎么会知道 一个 真相呢 那所以大家 就是在接受 一些 简化了的真相 通常都是被人 騙了 嗯 那我就有一条问题 就是 那我们修行的时间呢 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方法呢 修行 哇 这个问题太广泛了 就是 譬如我们要接收信息 接收信息的时候 譬如 我们除了透过主动地 学习一些理论 那在感受上面 感性上面 我们可以有些什么方法 可以做到呢 就是练习我们的感官 是 练习我们的感官 通常都是说 要 meditation 嗯 meditation 就是 放下你的头脑 那其实 有一样东西可以查到的 就是 如果你去郊外旅行的时候 有些人呢 他好像在走着郊外 但是他个人 不在郊外那里 去了哪里呢 究竟 他个人还在想着 跟人说着 他是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 嗯 整天都是这样 就是 明明这个花草树木 非常之romantic 但是那个人就在跟你说 啊 那究竟他知不知道他在走着郊外呢 嗯 嗯 那就是呢 这件事就可以看到他个人有多头脑 嗯 那其实你的感受性是 可以有很多层次 譬如说 你知道现在在郊外 就是那些 譬如 喜欢玩远足的那些人呢 嗯 他知道他走着郊外 就是说 哦 现在空气很清新 我们今天要走多少公里啊 接着走到哪里 就不会当失路那些呢 那然后呢 还有些人是 会觉得这个 这个景致的气氛 就是怎么样 非常之好 那又有另一个层次 那接着再高一点的层次 就是哦 我感受到这个山的灵气 那又高了一个层次 嗯 那所以感受性这件事是 一个很广阔的范围 嗯 那 那如果你要练习这个 这个 擴阔自己的感受性 其实是 首先你不能够 令到另一个人擴阔的 嗯 因为感受性是一个 最私人的东西 那个人 他如果 他要自己想去擴阔那个感受念 才可以 练到 起码 教不了 教不了 是啊 他想要 擴阔 然后你教他 然后去练习 就或者可以 他要一个动机才行 是啊 嗯 那接着呢 他会问你 通常就是由头脑人开始 嗯 如果你原本就已经 很有感受性的练习 那你头脑人呢 就会问你 其实我们 会看到什么 应该是怎么才对的 那你是不是很难 告诉他 其实 所以 语言的局限 是啊 就是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发不发觉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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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呢 其实这个 打坐冥想 是 切法令到你那个 头脑的 频率 减慢一点 嗯 因为当你的 头脑频率 是高的时候 就是 其实呢 频率高 所以每一下 就是每一下 这个 拍子里面的时间 就越来越短了 嗯 那你 那你 那一拍之间 那个时间 就是你 你的脑 下转一个设计 出来 混算 然后完结 那个时间 嗯 因为那些脑 就是那些神经线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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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了一个信号 它要清洗 那些信号 才可以再用第二次 嗯 所以呢 其实是有一个 所谓的拍子 就是说 你運算完 接着要清洗完 那些东西再運算 这个就是 所谓的脑频率 那样东西 那如果你的脑频率 越大 就可以下转到 越大的设计 哦 是的 如果你最小的设计 那些设计 就一定是用文字 想法 嗯 但是那个好处 就是反应快 如果你 频率越慢 那些人就反应越慢 但是想法就越深入 嗯 那你那个感受性 和频率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接收了这个资讯之后 你也是用一个 program 去揣拭这些资讯 那你那个 那你那个 大佬的拍子越慢 那你那个 那你那个 全息的空间就越深入了 嗯 那所以呢 那些人是 希望把那个频率 一直练到去 好像睡觉那样慢 就是那个频率去到 4Hz以下 去到那个频率呢 你就开始能够 即是說你不單止可以接收到五觀的東西 你連其他人的思想都可以接收到 就是這樣 那你剛才想問什麼 剛才我想問其實是延續下去的 除了這種修行的方法 訓練之外 其他修行方法 例如靈魂出竅 出體 又或者訓練神通 這些方法是否可以幫助我們提升我們的意識 其實你訓練神通一定會經過 控制到你的思想頻率才能訓練 神通這些東西就是 你平日用頭腦想東西的時候 那個腦根本就下載不了那些功能 其實本身已經擁有這個能力 如果你能夠練到那些頻率 你就有神通 而念動力那些就不知道是什麼 通常我現在平日見慣的 都是天眼通 天耳通 那些都是去控制到它的頻率 這樣 那你再問什麼 其實練神通的目的會不會是因為 大家想見一個 讓我們這個圍道一個更加真實的世界才去練呢 還是這個目標究竟是什麼呢 調整什麼方法去練呢 因為大家都經常 可能有一個疑問就是 很多學說都說這個世界其實是一個上 就是很虛無的 那個物質是很稀薄的 但是我確實是沒有見過一個比這個 一個現世更真實的世界 那我很難去可以相信到 那其實我們的目標是應該 朝著見到一個比這個更加真實的世界 還是應該有其他的目標呢 那個不是目標來的 就是正如上一節都說 其實沒有什麼既定的目標 那只不過是說 如果你想知道這個 那個所謂我們的現實背後的真實是怎樣 那你就去練 那你能夠提出這個問題 那個soul journey 靈魂旅程已經去到後期 是嗎 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 你根本就不會相信有這個 物質以外的世界存在 那你很好奇地去看看 我又何妨不是這樣做呢 如果你沒有其他的影響 這個不是一個目標 而是說如果你想做的話你就做 有些人去追求神通就是 就是為了去私人利益 譬如說你有神通 你就可以做神棍欺騙人錢 這樣 其實可能是自尊心的問題 就是想證明自己有能力 也是 有很多人都是因為這件事 走去學這些 所謂new age 都是這樣 那又是那句 就是當你要證明自己的時候 你的見解已經是扭曲了 就是 你說不到一個最客觀的答案給別人 那到頭來的人 是 證明不了你有價值 嗯 就是這樣 然後有什麼問 然後 其實 我們修行的時候 我們是否需要 必定需要借助外力呢 譬如我們是否需要外星人的幫忙 還是其實我們應該 那個答案其實是我們自己內心裏面的呢 就是我們應該向外尋求答案 還是向內在尋求答案 我們的修行 連這個 古代人的境界都未追到 你只是看典籍都有排修了 嗯 這樣 那 尋求外星人 尋求外星人這件事就是 既然有人都接收到了 那就已經記下了 那我們現在是聽的 嗯 但是 我們是否要等外星人打救呢 真相就是 外星人是不會打救我們 嗯 因為這些是江湖規矩來的 因為他不會干預我們學習的過程 是的 如果不是就沒有了原意 是的 嗯 即是等於 一個大學生會不會走到小學的課室那裡 問一些很深奧的問題 然後勁就老屈了去背了一些很深奧的答案 然後走了 跟著小學生是不是真的提升了呢 不是的 嗯 他只是記下了一堆字 嗯 這樣搞到原本那些亂了 嗯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要自己去經歷一次 只不過是 可能有一些資訊已經記錄下 我們又何況不參考呢 就是這樣 但是答案是不會有人去給你 不會的 其實是 你可以參考 你千萬不要相信 這個是外星人的觀點 所謂的觀點就是 他站在他自己的 自己的生存方式那裡 去看回我們現在這件事 如果用我們的角度去理解 根本這件事就不是這樣了 嗯 就是他看到那個 景象是他用他的感官去看到的 嗯 我們相信他的話 就會扭曲得很厲害 大家生存條件一樣 是的 嗯 就是這樣 明白 就沒有什麼問 就是這樣了 好了 這樣呢 因為現在已經是夜深了 所以呢 不 因為第一節這麼長 所以現在這一節就是短一點 嗯 這樣就 這個阿凡大人就接近這個 Season Break 你看我們都斷下斷下這樣 這樣斷下斷下的原因就是 因為要不就我沒空 要不就Cusson沒空 所以就 就 就什麼了 如果有人可以在Office Hour 有空的話 我們或者都可以補多一兩集 是的 但是當然你要夠口翅零來 嗯 就是這樣 這樣今集的時間又到了 很感謝Roddy 就是飾演這個 哈哈哈哈 這個什麼 現場的聽眾的 謝謝Season 好了 就這樣先 拜拜 拜拜